我给咱妈买了个包 打开看看质量怎么样 今天瘦到的还挺快 什么样的包 就是一个时尚真皮的背包 怎么想起来给她买包呢 因为我发现咱妈那个包 背了挺长时间 有点旧了 然后给她买个新的 主要是我发现过两天 就是母亲节了 是个节日 给她送个礼物 让她高兴高兴 其实就像网友说的 你也应该给你买个包了 但是你想的是 咱们北京那个地下室里面 还有好多包呢 是吗 以前买过一些包 这几年在其他城市 没把所有的东西都拿上 别人看我老背一个包 实际上我还有几个包 就买这么多了 这有好多包了 你看现在过几个月 就要搬家了 然后买的东西越多 到时候搬的时候东西越多 然后再买 为了搬家 现在什么都不该买 看看这个颜色跟款式适合它吗 这个颜色看上去蛮适合它的 还送了一个丝带 我看图片上是这样绑的 记在这里 搭上这个丝巾 配上你给她买的那个风衣 感觉 时尚度飙升呀 对对对 咱妈穿着那个风衣 再盯上这个时尚点的包 出街 看上去就会特别的洋气了 对 到时候过两天给她拿过去 送给她 挺好的啊 她应该收掉之后买高兴的 前段时间婆婆回老家了 这两天刚回来 然后还问我们给孩子报名了没有 北京的六生小 不是这两天在采集信息吗 我们已经给孩子报了 然后婆婆她的理念就是 她觉得西安发展的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西安的房子也比较大 住着更舒服 然后她感觉孩子在西安上学也可以 就是说白了还是舍不得我们搬回北京去 那样的就没法天天见面 没法经常在一起吧 其实我挺理解婆婆的 就是因为我们和弟弟都是在一个小区买的房 然后她不管跟谁生活 就是能经常的跟两个儿子两个孙子 能经常的见面 享受天伦之乐 反正这肯定是他们最理想的这种晚年生活状态 儿孙绕期 但是我觉得就是生活嘛 没法那么理想化 还是得根据那个切身的那个实际利益 和这个长远的发展来选 所以我跟大伟就是这两天想了想 还是决定坚定的选择要回北京上学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把那个报名的那个资料填好了 就是已经报名了 我婆婆虽然呢 对我们的选择不是很情愿 但是呢 她也比较理解我们 就是也不干预咱们 我也能理解她 就是互相理解吧 其实从西安到北京 这个路途还有交通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咱们北京的家 迪西客栈特别的近 就开车15分钟 然后呢 那个车次也特别的方便 刚好是晚上 晚上7点然后上车 第二天早晨9点就到西安了 等于说就上火车 买个卧铺睡一觉 然后这样探亲的话 不等我们回来 还是公婆去这个北京小住探亲 都还挺方便的 我觉得以后就是一家子团聚 一年来回这样 好上几次 就是路途也不贵 卧铺200多块钱 然后呢 时间上来说 晚上睡一觉 第二天就到了 然后从西客栈到咱们家也是特别近 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还是要分离 所以我妈 反正就是不能天天捡 那一年能探亲的 比如说五一十一 清明节这种小长假都可以 就是不会像现在 建的这么勤了 所以她还是感觉 其实我妈也是 能不分开 不分开 是她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我妈也都是试探性的 就是告诉你 西安也见到她 对呀 因为她毕竟不能是独断的说 替咱们做选择 你们就留下吧 你们不许走 你们得陪着我 就是她还是也挺民事理的 对 所以说我也能理解她的想法 现在结婚这么多年 我终于特别明显的体验到了 那个同城婚姻的好处 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地方的 这样就不会像咱们这种 异地婚姻似的 有这么多不方便和牵挂 有时候没办法 这个缘分到了 两个人 天来海北的那个遇在一起了 她缘分来了 你没办法 就是说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还是同一个地方 离得不远的人这样结婚 这样谁也不用背景离下了 是不是 都在自己从小 徒生徒长的这个家乡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原因 反正就是 不用说是婆家娘家不在一块 还会面临一些亲人的这个分离 也不用另外一方去 去你的城市去生活 但是就是没办法 生活没有那么完美 有的时候天南地北的两个人 就是比较有缘 他们就认识了 然后呢 结婚了 总有一方 要离开自己的那个家乡 有那个时候 还有那个双方都离开自己的家乡吗 对 就是还有的情况 就是更不理想 比如说有的人是甘肃的 有的人是四川的 那这两个人都没有在自己的家乡 他们结婚以后去上海定居了 或者说去北京去广州定居了 他们选择了一个第三城市 谁在家乡都不是 为了工作更好的工作 或者更好的发展 所以就是生活嘛 不是那么完美 不是那么如意 可能每个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我就在我土生土长家乡 生活一辈子 然后挨着我爸妈身边 然后我哪也不去 这就是我的想法 最上大我觉得 我是陕西人 我在我们省惠 这个西安 买了一套房子 这房子也挺大 然后我在这住一辈子 在这养老 挺好的呀 他感觉这是最理想 最安逸的状态 对呀 但是怎么说呢 为了孩子上学 觉得不可能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 如果我现在安逸了 我的儿子以后 他就不安逸了 在这边上完小学 又回初中高中 又回北京 就来来回回 他又不稳定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考试的政策 还是中考大考这些 还是要回户籍的那个地方考 在西安上学是可以 可以在这借读 但是考试的话 还要回北京考 感觉把孩子弄的 就是比较不稳定 比较折腾 而且他的社会关系 他的发型 全部是脱离了以后 不脱离 他就一直在西安了 他以后工作的话 他如果工作 他如果一直在西安的话 他工作以后 可能也就会在西安工作 也有可能他会选择北京 就是他没有 为了他 没有他一直在北京生活 然后上学 上学以后 毕业之后在那工作 他可能就是更顺利一点 对所以主要是这次回去 就是没有他 我感觉 其实有的人说 孩子上学 这个都是看个人 不一定你去北京了 孩子就能学成才了 就能成学霸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想着给孩子一个 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生活 跟那个学习条件 至于他以后 是不是学习的料 能不能在学业上 有所成就 其实我们也无所谓了 就是至少我们 不会留有遗憾 不管是什么结果 对对对 然后最近也有很多 热心的粉丝 在前段时间 给我们一些 报名的网址 还有那个 报名时间 这些通知 给我们分享了 不少有用的信息 在这儿也特别感谢大家 感谢 感谢